应该都没问题吧 可能有问题的地方 可能就是说 你在设定的时候 可能设定错误 像刚刚有同学 跑出来变横的 或者是说其他的问题 当然editor 如果说你做错了 没关系editor 然后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刚刚同学 好像跑出来的 变成横向的或什么 应该是不是在 device 好像选到了那个什么 横向有个slide 旁边有个slide 那个三点往下选 OK好像选到这个吧 这个好像是横的 所以如果你用小尺寸的 你觉得这太大了 我想要小一点的话 也许我习惯用这个 QVGA这个好了 小一点 也许你可以改一下 改的话就是改下面 改这个device这个地方 它有点像是一个范本 让你直接套用上去 它跑出来可能就比较接近 你要的效果 那将来模拟器 画面不需要太大 看得到就够了 除非说你将来 你已经做了专案差不多了 你希望在不同的device上面 看到效果 你就可以设定不同大小 看一下说 你要看到的结果 会不会是不一样的 再来在实机上面 而且你要很多种平板 手机不一样大小 看看好不好 如果OK 那你就可以上架了 另外的话 这个skin的话 你也可以加上什么 HVGA 然后 OK按OK 那如果你要重跑的话 它会这边会跟你讲说 改哪些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关掉 然后再来怎么样 点它一下 直接start 如果你是在那个 Android Studio里面跑 好像画面有点不太一样 不过主要的都差不多 如果你一个不够 你还可以create第二个 可以start一下 然后把它run取一下 这个时候它就开始跑了 这个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种模拟器 它 有没有 你会发现skin出来 多了一个什么 旁边这个东西 看你需不需要 如果你将来需要个键盘 需要个电话 需要个照相机等等的 这个东西的话 就是我刚刚选那个skin 应该就是这个吧 这个 这个 上面这边 我有找 不 更正一下 应该是这个skin 这个东西 原来是 没有那个 skin 这个 原来是选这个 那把它 选另外一个 这个 就变旁边这个 至于其他效果 如果有空的话 你可以再改一下 然后跑一下 改一下 很花时间是真的 因为我之前 为了要上课 我每个都要try一下 不然我怎么知道效果是怎么样 同学说 老师是横向的 横向 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都试过了 太花时间 所以后来想说 买快一点的电脑 赶快升级一下 不然的话 光要试 每次按一下去 就要等很久 如果你电脑够快 按一下 跑出来 按一下 跑出来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说 相关的设定 其他像RAM 512大概就够了 你不要给太多啦 给太多你将来会跑不起来的 因为有同学是什么 2014 2024 2024的样子吧 2G吧 那你如果按OK之后 你启动的时候发现什么 他没有办法 他跟你讲说 什么enable 什么什么star 什么的 那因为你的RAM 你的实体的记忆体 如果没有2G的话 就跟你要去买个东西 有没有 那你账号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要怎么样去刷卡 对不对 你要怎么去消费 OK 好 那这样就跑出来 把他 这个锁会解 会解啦 拉过去就OK了 那就会有个画面出来了 其实第一个 我们有个模拟器了 第二个呢 如果说 像你们自己的电脑 像有同学说 老师那我电脑是 刚好是买AMD的 其实AMD不是不好